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我是Anna 還有我們嘉賓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收到一位聽眾朋友的E-mail 袁醫生我先說一說她的問題 好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今天聽眾的問題 對 其實這位聽眾朋友說這一年內 她發覺自己的右手會不受控制 手震 而且不其時會突然心跳加快 又覺得頭暈或全身發抖 很會震 去到急症室的時候做心殿圖 醫生就說心跳只是快了 也沒有什麼不正常的挑動 其實這位朋友也去過急症室好幾次了 但通常吃粒藥休息一會兒 她又回復正常 又回家沒事 但這三個月來 心跳快的情況頻密程度多了很多 她每天都擔心會不會突然加快 後來這位朋友去到私家醫院做了一個24小時的心殿圖 和心臟超聲波 結果也說她是一切正常的 只是有少量的組織情況出現 醫生就說其實沒問題 可能都是心理緊張令到心跳加快 驗過血又不是甲狀線的問題 只是一些隱性的地中海貧血 中西醫其實都試過了 這位朋友 但似乎對她也沒有什麼幫助 她也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什麼可以幫到她 而且這個情況也影響到她的生活 也會睡得不好 因為她經常感覺心跳好像很大力 而且會連續有兩下的組繃情況 有時會有點想暈的感覺 有時躺下就會有八十幾下的心跳 而且還會擔心到不敢讀字外出 會影響工作 擔心妹 而且經常都會帶著一個控制心跳的藥 和良心跳的機器外出 她感覺到其實情緒已經很低落了 身體也不斷消瘦 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幫到自己 很想請教袁醫生 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她 袁醫生可否解答一下 或者看看有什麼辦法 剛才也聽到 這位聽眾的經驗 她是有些很明顯的心跳症狀 令到她很不適不安 而且也很緊張 甚至乎影響到她 有情緒都低落 最後覺得人可能擔心到身體都瘦了 也感覺到很無助 原來看完醫生 都驗過了 都沒有人講得出的問題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一般我們在醫學診斷裏面 都會考慮幾個因素 心臟本身有沒有事 她做過差不多24小時的心電圖 都發覺是一切正常的 接著會看看她的甲上線 甲上線過高也有一個可能性 通常甲上線過高 出現在年紀輕的人士 女性比較多 不過男性也會有 但我們經驗比女性比較多 這方面的問題 好 大家看到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會怎樣去看這個案子 如果是我們的病人 遇到這個情況 我會怎樣跟進呢 是的 如果大家收聽過這個節目 都應該記得 我們以前提過 有一位醫生 叫Dr. Arthur Koko 他當時寫了一本小本書 叫Dr. Koko's Pulse Test 原來這本書的來源是怎樣 她的太太經常心跳不規則 有一種 經常以為自己 突然之間心跳得很辛苦 進入急症室 每次去急症室 每次去檢查 都檢查不到任何東西 最後 她的丈夫是醫生 Dr. Koko 就開始去觀察 她發現 原來很多時候 她發現她的太太 當她的心跳加速出現的時候 往往是吃了某種食物 她開始懷疑 會不會食物的敏感 會導致一個病人 會出現心跳加速呢 於是她很有系統地 跟她的太太 做一個食物和脈搏測試 結果她果然被她發現了 她太太吃了一些食物 心跳會加速 她發現這個情況 可能也很普遍 於是她把這樣的方法 應用到病人裏面 發現果然 有些人 如果當她吃的食物 對她的身體有刺激性 或者有敏感性的反應 其中一個症狀 會心跳脈搏加速 通常我們遇到 一般人想試 我對食物有什麼食物敏感呢 當然一個簡單的方法 自己可以做 也不花費任何金錢 做這樣的測試 我會給她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有很多格子 例如早餐 午餐 晚餐 吃的小食 我會給她一個格子 我會要求病人 將她每餐吃的食物 記錄下來 通常在吃之前 量一量 數一分鐘的脈搏 不要數十五秒 因為我現在說脈搏增加 可能不是增加很多次 一分鐘可能只有五至十次 如果你是這樣 乘四或乘二 很可能就會錯過 通常我會要求病人 這樣做 先在吃什麼都好 之前量一量 寫下你所吃的食物 接著吃了之後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再量自己的脈搏 我們這種情況之後 病人當然在吃東西 不會做運動 不會走動 所以脈搏不應該增加很多 如果她發現 她吃了某種食物之後 脈搏增加 即是當時吃的食物裡面 有些是一種食物敏感的 這是我們利用一下 Dr. Kalko 的經驗 做一個簡單的 自己做得到的食物敏感的測試 當然有些人可能 發現這個方法也很浪費時間 每一餐都要數著 要做一個星期 另外一種簡單的方法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我都會安排病人 做一個食物敏感測試 現在有一種簡單的測試 以前是要抽血的 是呀 即是要植物抽血的 現在新的那些 按手指就可以了 有些可以幫你測 85種亞洲的食物 往往我都會安排 這些測試的價錢 都不是太大 二千兩元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會寄到外國 一個月左右 就會有報告回來 好了 另外一個可能性 會不會這個病人 本身是有比較緊張的人呢 如果他發現這個人是緊張 也很可能因為緊張的情緒 是導致他心跳的 會開始問他 即是當他每次出現的時候 有沒有做些什麼 有什麼前科 以及這件事是當時怎樣開始的 即是他僅有開始的日子 所以病人都是有開始的時段 不會是一出生便會有的 我們會看看 也很可能 那些人本身是心平氣症的 但因為經常遇到這些 突發性的心跳 當然會很害怕 是吧 很可能因為心臟的 震跳 心跳加快令到他緊張 那些情況之下 我就要去治療 即是不要當他是心理病 即是說這個你自己 放鬆一點 等等 我相信 大多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都不是的 都可以治療 在我的經驗裏面 很多時候 你不可以叫他放鬆 當然 如果真的這種情況之下 肌肉一定會給他震靈劑 對 手法一定是這樣的方法 是的 如果我們遇到這種情況 如果真的這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用一些天然的 安神 酵素等方面 幫助患者 但當然最大機會 現在這個問題 我們稱為功能性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的醫療的經驗裏面 我們身體的健康 是有一個很大的 的 range 所謂的 的 spectrum 很大的 由你最高頂峰的健康 到你不同程度的健康 即有些人的健康很好 有些人都可以 也不太差 到某個階段之後 你開始出現 功能性的毛病 即是你都感覺不適 有些異常的 signs and symptoms 走出來 例如你弱氣 沒有胃口 他人很容易累 或者眼眸模糊 或者心跳 這些症狀 一種處於功能性 即是你的病 是功能性的病 功能性的病 通常是用西醫慣用的 病理性的檢查 是不能檢查的 好了 功能性病 繼續退化 退化 再差到某個階段 就成為一種結構性的病理性的病 當然病理性的病 有不同程度 由早期的發炎 開始有異常的指數出現 最終器官的衰退 最後死亡 即是在我們的健康過程中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range 百分之七十的人 現在的人患的病 很多時候是屬於功能性的病 當然如果功能性的病 你處理得不好 慢慢變成病理性的病 很幸運 在我們的醫療工具裡 其實我們可以說 病理性的病 我有一個工具 功能性的病 也有很多很好的工具 尤其是同類療法 在這個領域 在這個階段 可以說是最好的 也有些人想增強健康 在自然醫療程中 在一個 range 是很大 很闊 我給這個機會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會怎樣用最快的方法 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一定要用同類療法 因為他給了很多資料給我 我在同類療法 我最麻煩 如果病人來到之後 說我胃痛 不斷多 單一個資料 或者我發燒 你怎樣醫治 在我們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雖然他的病可能很簡單 但因為我們的資料不足 我們基本上是束手無策 但這個病者是講得很清楚 是很仔細 他講很多很多的症狀 例如覺得不受控制的手震 突然之間加速 頭暈 全身發抖 每天都擔心 有時候影響他睡覺 睡覺時很大力 拍兩拍 拍到醒了 睡了幾十次跳 還有精神狀態 他會覺得情緒很低落 幫都幫不了自己 我現在給我一些例子 在同類療法醫生 我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做些什麼呢 通常我們有一種叫做repertory 即是症狀的資料庫 我們根據每個病人的症狀 每個症狀後面有很多療劑可以醫 過去成功地醫過這些症狀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對療法來說 我們會有什麼症狀呢 好了 去給大家看看 譬如在我們的資料庫裏 和情緒有關 一個很大的症狀 就是 Anxiety with Pulpitation Pulpitation 即是心跳 心跳的時候 人是很焦慮的 或者是Anxiety 或者是 Pulpitation from Anxiety 我們知道 當人緊張的時候 焦慮的時候 他就會心跳 這個症狀和Anxiety with Pulpitation 不同 這個症狀和Anxiety with Pulpitation 不同 和 Pulpitation 即是半症 當人心跳的時候 同時發現 這個人是很焦慮的 也有時候 有些人在心跳的時候 加上心搞痛 這個也叫Anxiety Pulpitation with Angina Pectoris 這個症狀就是 心搞痛 又心跳 然後這個人很焦慮 有些時候發生在小孩子身上 有一個症狀就是這樣 很有趣的 他說 Pulpitation and Oppression of the Chest alternating with Cheerfulness 即是說 這個症狀很有趣 他心跳的時候 感覺到心壓 心壓的感覺 但他就交替於 個人很輕鬆 很開心 很開心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遇到 一個病人 在心壓的感覺之間 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是很特別的 當然也有時候 心跳的情緒 腦袋是很低的 也有心跳 人是很驚恐的 恐慌的 或者心跳 人是很敏鎮的 或者心跳 人的情緒 很不安的 或者心跳 人是情緒低落 正如是患者 是的 情緒不落 心跳 有時候 心跳 人是突然之間 害怕的 心跳 又是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也有一個症狀 是心跳 令他突然之間 睡覺的時候 一聲便會醒醒 或者心跳的時候 情緒 是差到 哭哭 這就是我們的精神狀態 心跳的時候 有很多精神狀態 也有一個症狀 心跳的時候 是緩緩的 就是天旋地轉 就是這個症狀 但這個患者所說 是一種疲惧的 是 基本上 他覺得 人的症狀態 有點緩緩的 和Vertical 是不同的 Vertical 是天旋地轉的症狀 好了 有時候 心跳的時候 頭皮出汗 或者心跳的時候 頭痛 或者心跳的時候 耳朵有很多耳鳴 有些人的聲音 也有些心跳的時候 出現 面 覺得很冷 或者心跳的時候 臉變紅 或者心跳的時候 臉都很生氣 那種感覺 或者心跳的時候 臉都出了大汗 或者心跳的時候 口腔 都有很多 口氣很濃 或者心跳的時候 口水多了很多 或者心跳的時候 喉嚨好像扯著扯著 吃得好像扯著扯著 或者喉嚨一種 脈搏跳動的感覺 有時候心跳 加上甲上腺腫脹 這個 醫學上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心跳的原因是否因为甲上线的扩张 有些人的心跳和胃口有关 心跳的时候没有胃口,或者心跳的时候胃脏,或者心跳的时候有弱气 或者心跳的时候胃很重 或者心跳的时候有些灼热,我们叫做灼热的灼热 这种症状 心跳的时候有些人作门想呕的时候 或者心跳的时候胃痛,或者心跳的时候胃抽筋 心跳的时候嘔吐,或者心跳的时候胃是一种软弱的感觉 很仔细 你看到同样的疗法是一个很量身定造的 我们的用药,我们处理心跳这种症状的药 主要是有8种 其他比较小微的药有30种 有几十种药的药 有很多 如果看到,我们会考虑有什么伴症 例如心跳可能有肚射 或者心跳的时候症状出现交替性 或者心跳加上肾发炎 或者心跳的时候驚奇不现不规则 或者心跳因为驚奇被压抑 或者某种症状压了出来 心跳的时候呼吸困难 这个是比较常有的 就是比较普通的 也有人在心跳的时候觉得心口 就像来到不安的那种震荡声音 或者心跳的时候发现肌肉症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叫做心脚痛 或者心跳觉得心脏方面有些震荡 有些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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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身体各部分 包括病人这个随便有的 心跳的时候觉得手指麻痹 或者心跳的时候只有一只手震 基本上记录了病人这位听众所说的症状 或者心跳的时候会发梦 或者心跳的时候 当你一躺下的时候 一入睡的时候就会心跳到 或者心跳的时候 因为心跳令到你睡不到觉 或者因为心跳令到你醒醒 其实这个病者 我这位听众知道 他写得很好的很详细 是 没错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拿着电脑的资料库 我就进入这些症状 我们就可以找到疗剂 通常来说 比如我曾经所说 有几十个疗剂可以治愈心跳 我开始要选择 就是重心在哪里 有什么特异之处 因为我们很少会用一只药 去治愈心跳 通常有很多很多药 是适合它表达的情况 我们才可以找到 适当的同类疗化的疗剂 处理这个病人当时的状况 我给你一些例子 比较常见的疗剂 有一种叫Argentin Nitricum 就是一种 可以说Nitricum Argentin 是一种银 是 一个小酸银 病者有些很特别的症状 他感觉 心脏可能会掉下来 噢 离一离 离开了 脱离了 心脏好像掉下来 那种感觉 当他躺在右边的时候 是特别差一点的 还有他的心跳 如果他吃了甜的东西 就会差一点的 这个症状我遇过很多 噢 他不吃甜的东西 吃甜的东西 心跳的问题会突然出现 是否真的食物敏感呢 医生如果有 不是纯的食物敏感 当然 我们食物对身体有很多影响 有时候 Argentin 很害怕 他人很紧张 一想到心跳 他人会更加差 当然 在很多情况之后 当你遇到这个问题 出现太久 也会有的 这位听众朋友 都好像开始有点疼忧 Argentin 就有这个感应的症状 突然的动力 突然的用力 和法力都会有的 这会症状 心跳更加差 但是 当他有时会问病人 有什么令到他更加好呢 Argentin Nitricum 他会告诉你 当我用手 按住心胸骨 这个胸骨 这个症状会更好 如果我去治疗 这个症状 基本上很紧张 他说得出 我躺在右边会更差 我吃甜食会更差 我用手 按住心胸骨 这会更好 我会考虑 用Argentin 来医治疗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症状吻合 其实很快会好 另外一种 叫Arsinicum 我们也说过 对 上次我说过 对 身型的人 通常很紧张 如果他一紧张 或者发烧 找发心跳 你会考虑这一种 还有Argentin 所以Arsinicum 新的 通常我上次也提及 是五间会更差 当然 如果他告诉你 通常这个症状 是到夜晚 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 会特别差 这种情况 我们就会考虑 Arsinicum 我上次也跟你提及 Arsinicum 比较怕冻 是 他人的性格方面 很严谨 很贪心 是 如果我们通常 我们拿个Case 除了他本身的病症 我们要拿一些 我们叫做Qualifying Symptom 就是什么突然之处 我们可以考虑找到这个疗剂 还有一个是Digitalis 就是墓地王 其实这个 西伊经常用这一种药 但因为它用的是一种 物质性的药 有毒素的 所以可以说是 经常被滥用的 一个Digoxin 原来西伊经常用的 但跟疗化用的手法不同 第一 我们将它 用在一个稀释的状态之下 也是稀释了 好了 Digitalis 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呢? 是很有趣的 当病人遇到心跳 你准备它的蜜薄 你会发现它的蜜薄 是很慢的 哦 即是 你的蜜薄本身 要是很慢 要是它快到 你准备的时候 觉得它好像很慢 因为中间的 你准备不到的 还有 这种症状 病人的感觉 他不敢动 因为他说 如果我动 我心跳就会停止跳动 会这样担心 会这样的感觉 会这样的感觉 我叫做sensational 会这样的感觉 嗯 这个就是Digitalis的症状 另外一种 我们也处理这个问题 Lecasus Lecasus是蛇毒 巴西大网蛇的蛇毒 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是怎样呢 当他心跳的时候 他感觉 胸部 感觉 好像爆炸 有了很脏的感觉 嗯 很心疼 很脏的感觉 还有Lecasus 的人 是很怕 枯着脖子 你会发现 他打开了三领 很多人都会做这个动作 我遇到一个人 躺下之后 心臟病化 我通常会帮他打开心领 在巴西蛇毒这个症状里面 他也除了心胸要爆炸出来 他也有一种症状 他不可以躺在左边 因为心是倾向左边 所以在这个症状的情况下 他不喜欢躺在左边 躺在左边是很辛苦的 还有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出现那些 根延期的女性 或者是经期就没有了 可能被人子宫割除了之后 出现这方面的感觉 好了 在这种巴西蛇毒 他很喜欢坐下 坐下 而且喜欢躺在右边 不能够躺在左边 OK 另外一种 就是眼镜蛇 Narjan 这种人 通常在心跳的时候 他说不到话 他没有起来说话 小小说话 他都会觉得很不够 亦是他不能躺在左边 跟巴西蛇毒的不同 都很相似 但是 这个Narjan 这个疗剂 通常用于人 心疗有问题 心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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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 心疗的问题 Narjan也很有帮助 好了 另外一种 就是Naturmuriaticum 就是盐 我们的食盐 你会想想吃盐的人 就是盐 怎样医病呢 当然 如果盐在物质的用量之下 就等于调味品 我身体需要盐分 但是我们现在说 是将它成为一个同类疗剂 将这个盐不断稀释 充能稀释 充能稀释 结果做出来的 应用的 就不仅仅是调味品 不仅仅是我们心理的 心理盐 心理盐水那种用法 它仅仅是一个医疗效果 好了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会考用盐 这个疗剂 这种心跳 如果我们发现 他的心跳 是因为他情绪受益压 自己益压自己 他发现 遇到想到一件事 很不开心 但他益压它 就突然之间心跳 很不舒服 也觉得 他心跳 可能会忽略 突然之间停两下 或者突然之间停一停 盐型的人 当然盐型的人 喜欢吃咸的东西 我们问他症状的时候 有他的体型 比较消瘦 脚脚比较长 瘦 他也很容易会吓一吓 少少会吓一吓 他们会吓一吓 心跳 而且他也不能靠左睡 即是不能靠左睡 其实很多疗剂都有共通 有时我们不能靠一个疗剂的症状 一个症状去找疗剂 通常我要找起码三个 三个很特别的 很特意的症状 但这种症状 这个炎型的症状 他发现当他用脑的时候 他发现他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 是 有一种冷的感觉 冷的感觉 好了 这个曾经是一个炎型 另外一个叫轮型 轮型 轮型 轮型的人 好像轮火一样 在燃烧 这种轮型的人 是很兴奋 很容易兴奋 轮型的小孩 有时你跟他说 我们下个月去露营 他整个月睡不到觉 很开心 很像我小时候 轮型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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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轮型也是一样 不能够躺在左边 所以我们怎么断症呢 至于一个人本身是很兴奋 也很忠奋 也很忠奋 我们会考虑用轮型的小孩 另外一种是Spy Jerry Spy Jerry 那种心跳是很激烈的 在空中看到心跳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这个Spy Jerry 那种心跳是这样的 当然少少动也不行 坐的时候也不能坐起床 也不能呼吸大气 即是不敢动 对 重心就说 他直接跳到 你只能看到心跳在空中 在空中跳 你考虑用Spy Jerry 这种型的人 有些人喜欢喝热水 还有有时心跳和口气会很重 我刚才所说的8种 基本上是比较常见到的 当然跟尿剂方面 是 其实很多很多 譬如 我还有三十多只 我都不可以全部和大家 各个分享 我给你一些特别的 譬如有一种仙人状 Cactus 仙人状的重心症状 它好像 胸口有个铁圈 是 握住它 是 即是握住它 同时我遇到一个病人 他能够说得出 我身体某个部分 好像被铁圈握住它 或者铁碗握住它 就是这种 这个就是Cactus的症状 OK 真的很有趣 它可能是心脏 当然了 心脏的机会大些 或者胃痛 那胃痛如何痛 它好像被铁碗似的 扭住它 扭住它 握住它 很辛苦 这个就是Cactus 孙人状的症状 另外一种 Becalcary Arsenecosum 这种症状的人 通常是比较肥胖的女人 在近经营期 是出现 在筋营期的时候 是出现这个症状 那我们会考虑 那还有它的症状 很多时候 心跳就会很略气的 嗯 肥肥八八 由筋营期 入荥期 那会考虑Cactus Cactus Cactus 另外一种 是Cactus Cactus Cactus 通常病是如何出现的 通常病是如何出现的 就是长期熬夜 做事做事做事 忘记自己 不照顾自己 就出现这个病 熬出病来 熬出病来 好了 最后就是咖啡 大家知道 有些人喝咖啡 会心跳 很明显 喝咖啡之后 刺激物 喝了之后 睡不着觉 是呀 很明显 如果病人跟他说 哎呀我整天都心跳 那什么情况之后出现 他会想到 是呀 我每次喝咖啡 或者吃刺激物质 或者酒類都好 我都睡不着觉 这情况之后 我们考虑 以毒攻毒 当然咖啡不是毒 好 用稀释的药 来治愈这种心跳 这种情况 会有心跳 另外一种心跳 是Jocemium Jocemium 可以说是流感药 里面是常用的药 今次流感药 今年的流感药 非常多 在我过去病人里面 病人很多都回来 都是因为流感 是 1918年1919年 常用的流感药 其中就是Jocemium 这种药 这个药 是心脏的时候的症状 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紧张 我叫做hysterical 血丝底里的人 是遇到心跳 是 那他感觉 心跳 是自己会停顿的 会停顿的 那当然 这种情况 他觉得很软弱 他很害怕 当心跳的时候 又很软弱 又很害怕 如果重心 我问病人 我问他的症状的时候 他说到重心 他说到重心 我又很紧张 跟着腾腾震 震到我走不到 甚至飙尿 这种情况之下 是Jocemium case 是 好了 再给一些 再给多一些例子 例如 Glunoynum Glunoynum 是一个 是用在中暑上用的 你会想到 中暑的症状 会怎样 面红了 头脏了 滑了 如果你发现 心跳的时候 一热的时候 或者面红了 脏了 而有这样的心跳 心跳也很厉害 其实就是Glunoynum 当然 在中暑的情况 心跳也是这样跳的 面红了 心跳也很厉害 这种情况 可能中暑造势的心跳 我就用Glunoynum OK 还有Kalmea 这个心跳也很有趣 自然听得到 自己听得到 那么大声 他觉得 他有时候 心跳的时候 他会伴有痛症 心跳的时候 觉得那种跳 在喉咙跳出来 很近 在喉咙跳出来 可以看到 我们在童物疗法 配药是很有趣的 我需要很多方面的资料 来吻合 我才可以找到 另一种叫Tiger Lily Lily Tiger Lily 一种水仙花的品种 这种人 通常在怀孕期间出现 他怀孕的时候 出现这种心跳症状 还有这个人 有时候 心跳的时候 他会发怒怒 Rage 发怒的时候 会发现这种心跳 另外就是石虫 Lycopolium Lycopolium 那种心跳 有软弱的感觉 很虚弱 他人觉得很紧张 以及一种无助感 刚才这个患者也有提感 这个症状 没错 不知怎样算好 通常他会觉得 在黄昏的时间会差一点 或者吃了之后心跳会差一点 Lycopolium 人就比较上 智能力多一点 用脑多一点 是 但他人的体型 通常是上瘦 下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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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很多智能力的人 Lycopolium 喜欢喝暖水 Lycopolium 喜欢吃甜食 所以 刚才我们的听众 虽然给了很多资料 是 但他的资料 只是说他的心跳半征的资料 如果我们要更仔细 我们会问他其他资料 是 如果我怀疑他是Lycopolium 石重营的人 我会问他 你喜欢喝什么温度水 他会问他 我喜欢喝冰水 那就不是 如果是冰水 我会问他 是轮 轮的人喜欢喝冰水 如果我喜欢喝暖水 我就会考虑 那Lycopolium的人 很多时候 吃东西有很多胃气 他饿饿饿饿 但吃了之后 很容易消化不良 所以吃了之后 会差的 每次吃了之后 很脏 吃一点就脏 看见食物很想吃 但吃两口就不想吃 这也是Lycopolium的人的症状 Lycopolium的人的症状 通常四点钟会差一点 虽然这位听众没有提及到 听众朋友没有提及到 听众朋友没有提及到 没有提及到 没有提及到时间性 譬如有时我会问 比如我怀疑 比如我拿了资料 进入电脑 电脑 电脑给了7-8尺 7-8尺 我都要选择 被选择得到 例如有7-8尺療剂 有其他共通的资料 那我们不够 再仔细问他 是什么原因导致 另一种Lycopolium 是很常用的 Lycopolium的人 就是大饮大食 喜欢吃刺激物质 而且是很刺激的 文明人里面 是很多这方面的 这种人 就是做事好 捱得 做事好捱得 好有野心 刺激的人 现在是很多 现代人里面 很多Lycopolium的人 是很不耐烦 这种形状的人 好了 再给一个例子 那个Seversevier的人 通常这些人 心跳什么情况之下 你屈他 你屈他 很生怒 很生怒 你屈他 屈到他生怒到 他会心跳出现 嗯 你也看到 我们刚才所说 也举了很多例子 很多 在我们的同学疗法 最好是用在这些功能性的病 因为在病理性的病的时候 当然也可以帮助 但是你想很快帮得到 很可能吃的疗剂 不够几天 完全没有了这个症状 最大机会 就会用同类疗法 我刚才找这个症状 给我们一个好机会 让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同类疗法的医生 因为我们遇到病人 我们需要如何去体症 如何去稳弱 最重要 不要只说很单方面的病的资料 我头痛 我发烧 这个不够的 一定要知道 比如我头痛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书看得多 因为我上学 这样 如果小孩头痛 会考虑 如果他很喜欢吃咸味 会考虑 如果他很喜欢吃咸味 如果发现他遇到五症状 那时候特别厉害的 到平时没有那么差 我也会考虑 等大家了解到 同类疗法有1300多种药 是政府已经认可的 在美国政府有本药点 是规定制药的方法 这是有250年历史的一种 全世界第三大的医疗工具 有5亿人用 有75个国家 有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行医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希望都会帮助这位听众朋友 知道多些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到自己 那我们现在休息 一会再回来 再谈谈同类疗法多些知识 多谢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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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产生 很多被发挥的新的资讯 从新的研究发现出来的 譬如一般人都想着 现在的人经常说医疗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 所以人年纪大的时候 应该会越来越多病 为什么现在我们医疗的费用 整天都不够呢? 整天导致我们社会的资源 医疗经费破产呢? 其实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年纪大的地方 一定要有多病呢? 最近在外国有一个新的资料 他说这是一个myth 这是一个迷思 他说我们一般人以为 年纪大的人必然多病 例如包括脑袋退化 Dementia 关节炎 心脏的问题 所有东西都以为是因为年纪越大 这些病就越来越多 最近的我们研究人员发现 这个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这是 nothing to do with age 他说很多年纪大的人 可以用一个好的饮食方法 以及定期性的运动 可以将身体的健康一直延长 延长 保持下去 可以比他年轻15年的人更加好 所以这个是看你自己 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 不要以为 因为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就应该自然多病 我自己是很深切 很明白这件事 譬如我自己父母在内 我爸爸大过三年前过世 他当时差不多两个月就一百岁 哇 他过世的过程也很有趣 是 当时我弟弟和工人在厕所里 在看一个抽气线 是 大大风 我弟弟就早点回家 看看帮他看客 然后我爸爸在厕厅那里 自己走出去 起床 去到洗手间的厕所 就坐了下去 就这样坐在那里 工人突然间发现 他面色有点灰灰白白 走去扶着他 然后他发现他再吐多三大气 完全没有病 没有病没有痛苦 没有病没有痛苦 到迟到后 是时间到 他就去了 他当时差不多九十九岁 差两个月就一百岁 是完全没有病 他血压一直都很低 他皮肤一直都很滑 好性的 他人都很挺 很符合刚才你提及的医学资料 这是一个很亲身的男子 我妈妈也是的 他也是几个月之前 上个月 也是九十六岁 都是这样的 早上起床 打个电话给我 问我外甥女回来没有 我还没有回来 然后他自己去公园 去晒太阳 然后去银行拿钱 很如常的生活 很如常的生活 到下午三点钟 在家里 就跟工人说 我都累了 我都睡了 睡觉 上上床之后 一睡不醒 就是这样 很安全 亦都是没有任何病 对 没有病 没有痛苦 有时候给大家了解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以为 年纪大的人必然有病 这完全是错的 亦都不要给我们社会 一种歪的错误观点 认为我们的资源方面 医疗资源 为什么不断地膨胀呢 而且用力也不够 经常怪罪人口老化 人家人长寿了 这全是错的 好了 原来真的有真人真事 是可以这样的 没错 有些人说 我现在这么老了 有什么可以再做呢 最近的研究 这是在2010年研究下 全是最新资料的 他发现 其实你可以在 你无论什么研究也好 你也可以开始 就是保持健康的 当时他研究了 我们叫做长跑 最近的香港的马拉松 他发现 他研究的对象 差不多是69岁 即是说到69岁的人 有一半这些马拉松的人 差不多是最近五年才开始的 就是一半下 老日老者马拉松的人 四分之一的马拉松 这些老人里面 他只不过五年前才开始的 他已经开始 跟着这个运动 对他有很大的益处 好了 另外一个研究 就说 有很多人突然觉得 记忆差了 他很多时候就以为 因为我的脑化了 所以记忆力差了 发现这个是 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朱加哥 他说 这个也不是代表 因为你的脑化 只不过你的脑袋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不是因为你老了 而出现这个问题 当时他这个资料 如何跟随 他跟随了 三百五十四位 天主教的修女和神父 是 那便跟随了他十三年 来做这个研究 十三年里面 当然很多时候 有些人有病 或者过世 便开始做解剖 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当他记忆力失去了 就不是因为他老 只不过他真的老 是有病理性的因素 好了 大家去了解 It's never too late 你要健康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回 没错 很多年前 亦有研究 他打算练大 年纪大就练不了 其实全部错 在外国已经有很多新的研究 发现 无论什么时候 你去做举重 做健康 你一样可以练得很健康 嗯 还要练得健康 还有一个新的资料 这个资料和我都很有关系 因为我经常被人说 你经常走得快到死 这是我从小的习惯 不知是心急也好 什么都好 总之我经常跟什么都好 跟女朋友走出街也好 人坐得高跟鞋 有时很快 常常要拖人 差不多要拖人的手飞走 这件事原来是好事 不是我 原来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 发现 如果那些人走得快 容易走得快的人 通常是长寿很多 咦 我也有份 可能 我也走得很快 是不是一种运动 什么原因走得快呢 很可能因为你觉得健康 充满活力 你走得快 都会 总之什么原因都好 他发现如果那些人 倾向走得快的人 他那个人是长寿的 通常他研究了35,000人 65岁和以上的人 他说尤其是当你是75岁的时候 这个分别是更加很明显的 他说一般人的行路速度 大概是0.8米 或者2.6尺一秒钟 是 如果有些人走得快 譬如1秒钟1米 或者3.3尺的人 他们更可能 是活多10年的机会 有87% 87%是会活多10年的 即是说 如果你走到这种 70岁80岁 你是这样的速度 你有87%的机会 你会活多10年 是男性来说 如果女性走得快 有91% 会走 更长寿 即是 看这个人 会否长寿 除了我们看看他的血压 看他的体重 看他有没有慢性病 还有他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吸烟 喝酒 可以预测他长寿指数 其实还有一个指数 就是看他走路快不快 原来是这样 是的 这个资料也是JAMA Journal Medical Association 2011年 刚刚出了 新鲜出路的资料 即是荷压地 是的 那好了 那这方面 就是 新的发现很多 是的 那好了 有一个资料 是关于药的资料 那我经常都发现 很多人 住院期间 或者流感期间 他就会出现肺炎 很多人死在肺炎 流感不会那么容易死 也多数是因为肺炎的鼻发症 是导致人死亡的 凌发症 这个新的资料发现 他说 这些致命性的发炎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那些 胃药 就是处理一些消化药 例如Santac Losec 这些这样 这个是一个major killer 那你可以想到 其实很多老人家 经常说胃酸过多 很多老人家 就会吃这些抗酸 抑制酸的胃药 可以这么说 在入院的老人家里面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老人家 都在吃这些药 我也看到很多老人家 在住院期间 感染了肺炎 这个资料在哪里呢 是南韩 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里面的 最新的研究 原来的起因是因为 是这些抗酸的胃药 原来这种药 会增加呼吸系统感染 包括肺炎 很多时候老人家 住在这些医院 或者老人院里 通常都会是这样的 他说这些药 差不多是每二百宗 在医院里面 入院感染到的肺炎里面 二百宗里面 有一宗是因为这些 这样的胃药 是搞出来的 而且不单只是老人会这样的 他说年轻人 如果在吃这些胃药 他们出现的肺炎的机会 是一样的多的 所以这些胃药有很多 Losec Prelosec Prevacid Histamine Receptor Antagonis Centic Tagamid 这些都是这样的 其实这些药 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这些胃药 占药的销售是第二大 差不多有二百六十亿 美元一年 是用的这些方面 大家看看 我跟大家商量说很多次 其实所有的西药都有很多副作用 这次南韩首尔国立医学院的研究 发现原来吃这些抗酸的胃药 是导致很多时候 人们增加死在肺炎的机会 这是由一再证实 好了 大家常常说 那些X光 幅射是很危险的 照这些检查的 会增加你患癌的机会 其实到底增加多少呢 到底是否增加一段时间呢 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 他说原来 这些医学的复射 是会增加你 令到你一生的 预癌的机会都增加了 不是过得了时间就可以了 知道香港很多人 有时候做CT scan 是的 或者是做X光片 那样 发现呢 尤其是小孩 在他们做过这些 这样的检查 例如小时候 做过这些X光检查 他们患癌的机会是很多的 是增加了的 那其中一个呢 有段时间呢 这个在那个Rochester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 纽约 他跟踪1,303个人 通常是小孩 因为曾几何时呢 1926年 1957年的时候呢 在早年呢 很多时候 他发现了X光检查的 空线涨大 是 他当时常以为 这是一个病 是 他就用复射的方法 去医治这个空线 因为当时他不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 生理的正常 在成长期间 有些X光检查 在某个阶段 他的空线呢 会长大的 就不是一个病来的 但是早年 不知道呢 当成是一种病 那于是乎 就用复射的方法 来治理这些病人 好了 那现在再跟进之后呢 在2004年2008年呢 发现呢 其中他们50位 跟进的病人里面呢 是 因此而呢 是出现了 夹上线 夹上线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癌症的 而他们 没有接受这些治疗 那些兄弟里面呢 只有13位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后遗症呢 是陪伴你一生的 你做了这个之后呢 你会增加这方面的 这个机会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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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照过7次的 8光也好,CD scan也好 一个平均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到达18岁之前 他会平均接受过7次 所以你看到 背后来说 这些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研究很厉害 它是根据355,088个小孩 即18岁以下的小孩 在美国5个health care center 整个来说 他发现起码42.5%的小孩 在过去三年里 曾经接受过这种X光的照射 整体来说 这个是多少个呢 是说40万次 是,很多 他发现 5%的小孩 在调查里面 8%的小孩 曾经起码做过一次的CT scan 起码一半是做过两次或以上的 通常是做一个头部 大家要留意这个新的资料 其实我也都知道 包括我也都知道 这些医疗的 那些复射的检查 其实是有效违症的 会增加你癌的机会 这个最新的研究 也是2011年的 Archive for Pediatric Adolescent Medicine 从医疗的报道里面 在报道里看到 其实这个问题是挺长旧的 嗯 好了 那么 大家也都知道 痣癌的物质很多 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Anspertain 这个最新的代堂 嗯 这种代堂 差不多 我们有六千多种食物饮品里面 都会有 都应该有 六千多种 很难避的了 所以大家要 要读个标记 那它可以是 治肝和肺癌的 OK 那么 起码 动物那方面 肝癌和肺癌 起码 当然 它说 未必可能 在人各方面你会用 总之 在动物的研究里面 发现 是 这种的 Anspertain 这种的代堂 可以增加 肝癌和肺癌的 那么 当然 如果吃得越多 那肝癌的机会越多 那它当时 就用老鼠的实验 在意大利 Bologna 意大利那里做的 是 那这个都是 2011年 2011年 公布出来的 嗯 好了 那么 我们大家 还有些什么 有趣的资料 我相信 香港人 很喜欢travel 对不对 常常要飞来飞去 大家都有这些 时差出现的问题 过去一般来说 都会发现 就是如果你是 你跨时空的时间 来到travel 每一个 每一小时 你需要一天的 例如去美国 比如落山 当你十二十二十 你可能跨十七九个小时 但我某几个小时 总之如果你要跨时 比如你要跨约九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空间 你可能需要九天的时间 但最新的研究发现 原来未必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 人们要设计的时间 是设计成一个月 up to four weeks 这个研究 他只是说有时候 他时差 可能是五个小时的时差 但很多时候 人们需要四个星期才能够 克服得到 你可以想象中 如果你的工作是像 在机师 或者空中的服务员 你经常是这样来到飞来飞去 很明显 这个对你的身体的破坏很大 这个是加州 巴克里大学的最新的资料 好了 新的资料 就是打针 混合汁 MMR MISO MUMS Rubella 麻疹 榨栽 Rubella 德国麻疹 MMR 很多人都会打针 当然很多人都很怕 打针 有很多后遗症 如何办好呢 我以前也提过 在澳洲 曾经有一个医生 Archie Caracarino 我在澳洲听过他这方面的讲座 他写了一本书 写了 every second child a very second child 原来他周在澳洲有很多了 tower 肚子有ell' hace night 突然之间一半死亡 没与没须是死亡 肚子有小孩 肚子有高盈 她当时是政府的医 sei 他直接去那个地方去看看 发现原来如何出现呢? 就是当那些审民仔要打针,打疫苗注射 每打两个有一个死的 那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 他发现原来当一个审民仔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下 你和他打针,他的副作用的后遗症机会很大 结果他就用维他命C 他总之帮那些审民仔注射维他命C和比食维他命C 做了之后再打针,死亡率大大减低 我已经知道维他命C是很有帮助的 对病毒性的那些,如果你的份量吃得足 如果你吃过维他命C的质素很好,吸收得到 其实对很多伤风和感冒都有帮助的 好了,除了维他命C之外 这次的调查,分析了43个研究 就是215,633个小孩 六岁到五岁的 他发现如果吃维他命C 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这方面 因为打了这些针的出现问题 包括肚瀉 很多时候,因为肚瀉或者打针 因此出现严重的后遗症或者死亡 他发现如果你给他吃维他命C 可以减少死亡率是24% 这是Cook Rain Research 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这是他做了很多很大型的研究 他说可以帮多少人吃维他命C 在Cook Rain Research 减少死亡率是24% 差不多每年可以救到100万小孩 我不知道是否因此死亡 肚瀉、出现后遗症而死亡 他说吃维他命A 可以救到100万小孩的性命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需要维他命A 当你身体有严重的缺陷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除了打针 我最近很具争议就是自闭症 最新的资料说 有些地方的自闭症高到是惊人的 我以前的资料大概167个小孩 有一个是自闭症的 在今时今日在美国的 很高的这个percentage 但最近好像不止 高得很厉害的 那什么引起自闭症呢 当然以前我们都说是水银 打针里面的水银是一个主要因素 也有位医生 有很多研究发现 如果吃了很多有硬料的物质 或者吃了很多甜品 那些sugar cane 等等 会出现这些不尋常的行为 其中一个行为 就是拔头发 拔头发 拔掉头发 这个医学名叫trichotillomania 原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有4%的人是有这种症状的 女性就特别多 他总之手痕 他忍不住 很多自闭症的生物 都有这种动作 就是他不断重复性的动作 原来发现 这个很多时候 跟我们的食物里面是有关的 我都和大家不断讨论过 食物会影响我们敏感的状态 有时脑的敏感 会出现这些古怪的行为 譬如自闭症 Tourette syndrome 有听过Tourette syndrome Tourette syndrome 做戏也做过 不受控制度 是讲粗口 叫 很奇怪的动作 还是不是粗狂症的 也不只是粗狂症 是一种很特别的 好好的 乖乖的宋粉仔 突然之后爆几个粗口 不一定不受控制 这个Tourette syndrome 好像Dudson Hoffman有出气 故事也有讲的 是认为这个症状的 而且不断的撕自己 撕头发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或者家宋粉仔有这种情况 留意一下他 他吃的方面 有没有吃糖分 精炼的食物 比较太多 可能有这个问题 好了 那 这个也比较新的资料 是 就是说那些 宋粉仔的行为 原来跟你妈妈 在怀孕期间 有没有用手机有关 咦?真的有这样的研究? 是的 最近出现了这个研究 是 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 不断用手机 他生出来的宋粉仔 有情绪行为的问题 的机会是多了50% 很高 是的 如果这个小鲜鱼 大了之后 都开始用这个 这个机会就会更加大 更加高 这个是丹麦的研究 你知道丹麦 那些好像Noki 是不是丹麦 都好像有人像 他还是北 芬蘭 那他那方面 很多人很争议这个问题 是 于是丹麦的一个国立机构 研究 他用3万的女性 他在1996年到2003年怀孕 他追问调查 7年之后 就是看怀孕期间 有没有用Mobile phone 有没有用手机 和他生出来的宋粉仔 行为方面有没有问题 很多人都有用的了 其实已经 是的 他总之发现 有用的人 宋粉仔 将来出现情绪行为问题 是高到50%的 嗯 嗯 真的 有直接的影响 原来都 好了 先看看 有什么 很有趣的东西 可以大家 都很丰富 因为其实之前 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接触到 这些新的医学知识 或者一些研究报告 其实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不断的出 很多很多很多 有一个资料 就是说 现在食物标签法 这个标签法 是说一个 在美国的标签法 在英国的 我不知道香港这方面 是否跟随这个指引 是 原来食物标签法 有一个流动 这个流动 是关于反式脂肪的 反式脂肪的 很多零的 其实我有留意 香港很多的标签 它标签得出来的 反式脂肪都是零的 是不是真的 如果它是零 就是这样的 原来 现在的法律的漏洞 就是说 如果你反式脂肪的 含量 是低于某程度 你就可以不用标出来 哦 那 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我们可以食反式脂肪 一天可以1.11g 一日的 嗯 如果它那个 法律的漏洞的话 如果你的 含量 即不是零 总之 就由零 去到0.49g 你就可以当它是零 嗯 就是 总之某一个 在这个 range以内 都可以 你可以不用说 你是含这个 反式脂肪的 但问题 很多人吃的食物是有 但它就 label 没有写的 是的 那不用多的 因为你那里吃几种食物 都有的 每样吃几种 加起来就很快 超标的了 所以这是一个流动 香港这方面 有这个最新的 所谓的食物标签法 嗯 我亦都留言过 食物标签法 其实原意 表面的意思 以为很好 但真正实在的目的 其实是会对一些 天然的食物 是很不利的 以及小的食物公司 是很不利的 因为天然的食物 的成分是很难固定的 是 反而人工的食物 就很容易固定 这方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政府所做的 事 以为是做一些好事 其实是做一些 非常非常不好的事 所以正确的资讯 是可以帮助我们 很重要的 将来我们一不断 将这方面的资料 和大家分享 哎哟 多谢你 袁医生 今次我们都说到 现在为止 差不多了 再次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我们今次真的很丰富 特别丰富 有很多新的医学的资讯 大家都会接受到 多谢你 袁医生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 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h-e-a-l-i-n-g-dot-com-dot-h-k